我上次跟你很清楚地說了一次 你是不是沒有記性要我重複一次? 這次不同 我收到一封 告拜的總裁出了一個好的項目 叫楊尚偉過去 我知道, 那又怎麼樣? 那我這個後補機位何時可以上機? 第一, 你不是在我的等待列項上 這也不是重點 因為重點是楊尚偉 根本就沒有說對的項目 對, 她不會走 你這個什麼樣子 你專心點去追Wing好過吧 其實你們倆挺合襯的 我看你們上次走在一起 笑得挺開心 Wing是挺可愛的 臉 喂… 稍後稍後 她最討厭別人就是她臉… 肥胖 對, 我對著她是不會說的 這些話當然是在背後說的 喂, Michael 好, 我現在過來, 再見 我不跟你說了 禁區那裡有人見過了 你去最後Wing, 再見 再見 你真的打算轉著沙飛機嗎? 女機長, 厲害 我是報了建閘機師培佛課程 就算不到業, 也有時間才能做到機長 你這麼聰明, 很快就打算機長 到時你就在天上飛 我就在地面支援你, 絕配 你這麼亢奮幹什麼? 我轉職而已, 關你什麼事? 你是我唯一一個學測飛機的朋友 到時你真的當了機長 你的第一班機, 我一定當第一批乘客 你興奮完備嗎?冷靜一點行不行 我跟你說, 是想你幫我想一下 如何將這件事跟韋哥說? 真的你想辭職這件事? 不是用口說嗎? 你不明白了 在IAC裡面, 韋哥好像很厲害 但是出了IAC, 他就是一個生活白癡 平時交水電、沖咖啡 這些全都是我做的 我想不到如果我辭職的話 他會怎麼辦? 其實韋哥這麼大 你就當給他機會自己獨立一下吧 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為了替他交水電 而放棄自己的理想 那也不會 不過說不定, 可能他跟Jacky復婚 到時他身邊有多個人可以照顧他 你好, 阻礙你們嗎? 不阻礙 我也在IAC上了 先走了, Harry哥 我先走了, 你小心說話 再見… 他叫你說話, 小心點 他叫你說話, 小心點 我聽到了 是不是阿哥阻礙你們擦桌腳 其實我們真的在Pantry碰到 那他聊幾句而已 碰到, 在Pantry碰到 之前在巴士碰到 是碰到還是合起來? 是 偉哥, 飛機那邊更新了 今天下午的登機程序 荷蘭那邊多了兩班卡古飛過來 其中一班機器再滿了鮮花 那你想過拍哪裡 我已經安排了拍到West卡古那邊 方便懶得拖駕車做事了 厲害了 好, 來 機場這麼大, 我也能完成 難道真的不懂交水費電費嗎 還有, 這杯咖啡是我自己沖的 很聰明 怎樣?何時再登記? 你怎麼知道的? 你辭職又不是做賊, 怎麼會隱瞞? 我原本打算約你爸爸去喝茶 誰知道他就爆響了 說你想繼承他醫缽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課程還沒完 我已經被人踢了出來 哪一開始是打尋自己的 拍攝我不要緊, 不要拍攝你爸爸 爸爸, 你爸爸還沒退休前 是赤立角湯的老師 讓我今晚告訴爸爸, 讓他開心 你還沒準備好, 先做完 知道了, 我先出去做事 很少吧 Curmon, 今天不用飛嗎? Curmon是調到香港多久 這麼快就辭職 你的消息在哪裡聽到呢? 我有一個同事, Kenny 你也知道誰 她的好姐妹也是在Brown當空姐 她說Curmon兩天前已經遞了辭職信 其實整個航空公司都知道 知道了, 但背後的原因沒人知道 會不會是他調去另一間航空公司做 除非他過檔去國務的航空公司 如果他還在香港做, 我應該收到風 事態這麼突然, 會不會跟阿偉有關? 有關楊尚偉什麼事? 誰都知道他為了阿偉回來 好, 劇情發展應該是這樣的 阿偉應該跟她說 我只想追回前妻 我對你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們一聽完就很傷心 所以她很優先, 一走你又不知道 離開你的傷心地 是呀…我也覺得是這樣 吃雞吧, 好不好? 你問阿偉是不是這樣? 你問我有鬼容嗎? 不用問了, 一定是這樣 你不要經常顧著吃 你認真考慮一下 平常看得出阿偉真的想跟你復合 我也覺得你也不錯 如果是, 押過頭就行了 是的, 不過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安然無恙是因為我和她是朋友 是同事, 但我也會害怕的就是… 如果我們變回情侶的話 會不會只是所有事情重新發生過一次 我又不是這麼看 有些關係是有經歷分開之後才會珍惜對方 就像你和阿偉一樣 兩個人分開之後才發現 失去地方就不行了 不自覺又怎知道不合適了, 對不對? 好, 我現在馬上回來 好, 我要回去工作了, 你試試看 記住, 認真考慮清楚 再見 又吃不到, 再見 再見 張妍 Carmen 你好 你今天要飛嗎? 我待會飛馬來拉 不過不會再過, 今晚就回來了 對了, 你今晚有空嗎? 我?有空嗎?什麼事? 我想約阿偉一起吃生飯, 你也一起吧 哦, 你們兩個吃吧 始終這麼久沒見, 也想聚一下 但我們兩個單獨約會, 你不會介意嗎? 不介意呀 我相信你們也會有很多事情要 catch up 但你不是還喜歡她嗎?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subscribe啦 我認真是否認真是否認真正